這集輕鬆一點就跟大家說一下足球 我自己本身以前是踢球的 但是因為年紀大了 退休沒有再踢了 但是沒想過 竟然這個是我自己的藉口 因為現在你看到日本的國寶三浦之良 53歲還活躍在日本的大球場 簡直是厲害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香港懶人包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WhatsApp 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接下來我會有月費贊助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三浦之良其實出道了很久 他當初年青的時間 在八十年代 美九十年代的時候 他去過巴西踢球 也去過意大利的熱拿亞球會踢球 也令到之後有很多日本人 才可以去到耳甲踢聯賽 包括有很多 中田英少爺是最出名的 但是前輩始終都是三浦之良 我自己很喜歡三浦之良 因為本身他踢球除了有技術之外 也有一份的毅力 他這次就厲害了 因為他剛剛今天做了日本的體育版的頭條 以53歲之零 成為最年長的日本職業足球員 因為他剛剛是J1聯賽杯的比賽 日本杯比賽上陣 已經打破了很多紀錄 其實三浦之良 他之前一直都有份踢J2 因為今季升了班 就可以踢最頂級的日本聯賽 這場球就是三浦之良的 FC環斌 就贏了人家那隊 就是這個鳥妻沙啞 而且三浦之良也是 正選上陣踢了六十幾分鐘 而且他試過有一球 頂頭銳 怎料還沒有 如果不是破了入球紀錄 真的很厲害 不過這樣 其實他之前已經破了 世界上最年長的職業入球紀錄 就是在他上年的J2的時間 因為當年一直以來的紀錄 就是來自英國的魔術腳的球王 馬斐士 他用了五十歲零五天左右 就是刷入了最年長的職業入球紀錄 很多年都沒有人打破 我相信馬斐士都沒有想過 原來之後後繼有人 我想他都是在天之靈保佑卡蘇 因為卡蘇就是用這個五十歲零十四天 就打破了馬斐士的紀錄 那這個也是一個里程碑 那自己呢 有時候那些人就說 哎 腦袋就踢不到球 就好像我這些 以為自己腦袋就踢不到球 原來是藉口來的 那為什麼卡蘇他會保持這麼健康呢 原來他自己有個心得 就是每天早上五點鐘 堅持呢 風雨不改 是練球 而且他每一次在球櫃之後呢 他不是好像那些年輕球員 又喜歡玩女兒 玩打遊戲什麼都玩 而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自己訓練營 練球 練到開櫃 即是你這種的 mentality 才能保持一個足球員 無論是身體上 有些人經常說 其實身體都次搖 最重要是精神上 是精神上 令到他現在到五十三歲高齡 還可以繼續踢到最頂級的職業聯賽 而令我最興奮的一宗新聞呢 就是講著打機了 因為呢 FIVA就出了 接下來就會出了 這個FIVA 2021 到時呢 也可以用到五十三歲的 King Katsu 三浦之良 不知道你是否就是他球迷 我自己本身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這位日本球員 甚至乎以前看漫畫 《我們的足球場》 也有一位角色叫伊姆 也在拍攝三浦之良 我只覺得唯一可惜的是 三浦之良 是踢不到世界盃 不知道會不會 日本接下來的領隊 還在踢J1的時間 給各位參加下屆的世界盃呢 香港懶人包 靠大家幫我在左下角按個like 和右下角的訂閱 再WhatsApp給你身邊的朋友 多謝 約我 極重 解釋 解釋